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上一集介绍了这个科学记号的简单的换算 包括这个移动它的小数点 然后去计算它的位数 然后决定这个时到底要有几次 那我们今天来对这个科学记号做更多一点的计算 包括四则运算 首先我们要先介绍这个用分数来转换成科学记号 那就用我们上一次留下来的两题作业 不是两题 一些作业 那来看一下 这个这一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 比如说这个五的六次分之一 如果要换成科学记号的话 那要怎么写呢 那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它既然可以换成科学记号的话 代表它可以整除 应该说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整除 就是除成整数 而是说它不会一直除不完 除到就是无穷小数这样子 它其实是可以在某个小数位就除尽 那这个五的六次分之一呢 也是一样 那所以其实有一些学生他会直接动手除 就是五的六次是多少 算出来然后分之一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不需要这样子 那因为它可以除尽 所以这个记下这一点 那不用记在本子上 就是因为科学记号它要可以除尽 除尽要换成小数嘛 因为它可以除尽变成小数 所以它的分母 它的分母一定是二或五的倍数 可以吗 所以你看它这里有一个五的六次分之一 为什么 为什么要除尽就一定会是二或五的倍数呢 因为我们是十尽位的 比如说你在做这个长除法的时候 像你看这里我有一个这个 十四除三 那我现在除三 四于这个十二于二 接着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补零对不对 但是补零其实就是乘以十 所以你把二 原本三要去除这个数字除不尽 结果你把它乘了十 难道就除得尽吗 对不对 原本二不是三的倍数 你去乘了一个十 这个十也不是三的倍数 那乘出来怎么会变三的倍数 不会 那所以呢 它这样子算是永远都除不尽的 它就会形成无穷小数 可是如果你的分母这边呢 是二或五的倍数 我们举就举这个例子 十四分之 十四除以五 五分之十四 那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是二十于四 好 除不尽 对不对 好 没有除完嘛 有于四嘛 有于四你去补零 也就是乘以十的 这个时候你就成了一个五 也就是说你成了五了之后呢 这个四十就是五的倍数了 所以下面这个八 就会除尽 所以这一句话 这件事情要记起来 就是我们在做科学记号的时候 它会除 就它不会除到无限小数 它会除尽 它会成为一个除尽的小数 就代表它的分母最后一定是留下二或五的倍数 你才有机会在这个 把余数成十的过程中呢 让它整除 好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想 所以你去留意这个题目 科学记号的题目 它的底下一定都是二或五的倍数 残留在下面 那像这个五的六次 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需要真的用长处法去除 五的六次分之一 我把它变成十的六次 怎么可以 因为每个五我都送它一个二 那你有六个五 就送你六个二 那六个二底下就会变成六个十 我上下同乘二的六次 这样乘完之后 上面就变二的六次 二的六次是多少 还记得吗 六十四 二的六次就是六个二 也就是三个二又三个二 是八八六十四 也是十六乘以十 这是六十四乘以十的负六 这个十的六次分之一 是十的负六次 然后要换成科学记号 所以是六点四乘以 十的几次 那复习一下 前面这里呢 被我除了十 那我不可以平白库除十 不然就不等于 所以我后面这里就要把十读回来 所以变成只有负五次而已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把分数换成科学记号的时候 掌握到一个重点 你不需要真的去用长除法 因为它可以除到净 代表它底下一定是二或五的倍数 那你只要抓到这个特点 帮它把底下补成十 你剩下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看下面这一题 看这一题 这个十的负三次分之一的负三次 那这个其实只是指数率的训练而已 十的 我们不管这个地方是什么 假设它是A 那一个十的A次分之一 它是不是会是十的负A次 现在你知道A是负三 所以它其实是十的负的负三次 也就是说里面变成正的 十的三次 的负三次 那根据指数率 这两个相乘是十的负九次 这是这一题 好我们再来训练一次 这个换成科学记号 这个52分之13 乘以10的负三 换成科学记号 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 奇怪52这个数字真丑 那老师刚才不是有说吗 分母应该要剩下2或5的次方 2或5的次方 一定要是2或5的次方 我方式倍数是不行的 2或5的次方 那2或5的次方可是它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在前面 这个列数字表的那个单元 如何变聪明的那个单元 如果你有用流星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52跟13 其实可以约 它其实就变成四分之一 乘以10的负二次 那四分之一其实是 0.25乘以10的负二次 也就是2.5乘以 再来一次 0.25变成2.5 其实乘了10 乘了10就要再把它后面除掉 才会维持等号成立 所以又会再多复一次 做三次 练习一个算式 试着去把这一个 2的8次乘以5的7次分之一 换成科学记号 Go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这题不了 对 那来看看 这个 其实它已经帮你 你已经看到2和5了吗 那8个2 7个5乘起来 其实你光拿7个2和7个5乘起来就有 所以它底下还会剩一个2 然后会有7个10分之一 可以吗 所以是2分之1 2分之1乘上这个 我们在这里来练习一下 把它换成2分之1乘上 这里是10的7次分之1 那10的7次分之1是10的负7次 然后2分之1是0.5 所以换成科学记号的话是5 乘以 前面乘了10 后面就要再除10 所以是5乘以10的 负8次 那这是这一题 5乘以10的负8次 可以吗 这个 6.8乘以10的8次 然后这是A 那B是3.2乘以10的负7次 3.2乘以10的7次 抱歉 那请问A加B A减B A乘B和A除B 分别会是多少 那在这里呢 这个我们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先看加根减这边 那 其实没有一定的 怎么要用 这个一定要怎么去算 才会比较一定会正确 不一定 其实就是算 就是算完了之后 再去移动这个次方向 那不过我个人的习惯 我个人的习惯就是 我都会去以这个高次的为基准 比如说这个8次 这个7次 我就会把它们全部都换成8次的 因为科学记号的原理是这样子 就是 如果你 因为我们前面只有留一位整数 所以如果你最后算出来是 比如说我这里换成8次 我把它都换成8次 那A依然是6.8乘以10的8次 那B是会变成0.32乘以10的8次 对吗 那因为科学记号的算法就是说 你这样子去加或去减完 你最后还是会留一个整数位 所以这样会比较快拿到答案 如果你换成是10的7次的话呢 A就会变成68乘以10的7次 那B就会变成3.2乘以10的7次 于是你这样子去 比如说用加的好了 你用加的加完会剩下这个 71.2乘以10的7次 那你还要再多一步 把它换成10的8次 变成7.12乘以10的8次 也没有关系 就是麻烦一点点 因为当然你有的时候 尤其用减的 你也有可能会减到掉 就是减到落 前面变成0点几 比如说我这里假如其实是这个62这样子 那你可能一减完剩下0点多 那也是还要再一位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要怎么算 只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省事 所以我们来看看 用上面这个 我想用加的话呢 这个他们都10的8次了嘛 那既然都10的8次 他有6.8个10的8次 他有0.32个10的8次 他们两个加起来的时候 或者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那个结合率 对不对 我们把他们的10的8次抽出来 所以他会变成是 6.8加0.32 乘以10的8次 对不对 sorry 他会变成6.8加0.32乘以10的8次 这是一个结合率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学的 所以呢 这样子6.8加0.32会变成 7.12乘以10的8次 跟刚刚算的这个一样啦 这是加的 那如果A-B呢 就A-B的话是这个 6.8-0.32个10的8次嘛 所以会变成 6.48 A要记得这个减法 6.48乘以10的8次 这就是答案 有的时候题目会说这个 比如说他问 他要你算这个 A-2B 那你就把这个乘以2啦 他变0.64 对不对 6.8-0.64会变成 6.16 乘以10的8次 这样也可以 可以吗 如果今天题目 是负的 比如说他这个题目 就是负8跟负7 刚才这里是 比如说我们回来看题目 如果今天他的题目 是负8跟负7 那 我刚才说要换 我会建议换成 翅膀大的嘛 所以现在的话 如果他是负8跟负7 谁有翅膀大的 其实是这个负7的次方比较大 负8比负7少10 除了10 所以 换成负10的负7 假如今他是6.8乘以10的负8的话 换成10的负7 他会变成 我们来写一次 6.8乘以10的负8 换成10的负7 其实你这边乘了10 这边乘了10 所以这边就要 这个除10 所以会变0.68 可以吗 所以 其实这个 如果看影片的 有这个家长或老师 那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左边其实成了10 右边就要除10 这个就是你们要跟学生 负数 让他接受这个思考 这种路径的重点 那换成这个10的负7 所以这里是3.2乘以10的负7 可以吗 那如果他今天还是用A减B 哇 就会减到负的 对不对 这变多少呢 这等于是负的2.52 对 乘以10的负7 这样子 这就是答案了 不过一下 今天他是用 他今天的次方是负的 然后他A减B 就是这个答案 可以吗 接着我们来看成根图 接着我们来看成根图 如果是6.8乘以10的8次 和3.2乘以10的7次的话 他要乘 那就会变成6.8乘以10的8次 又乘3.2乘以10的7次 他一路乘过来 所以我们先解决次方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 计算成和除的时候的重点 就是先去算次方 把10的8次和10的7次乘起来 就会有10的15次 再去算6.8乘以3.2 那这个even是我也没有办法先算 对 这个6.8乘以3.2 68乘以32 6.38乘以24 204 然后 然后136 136 对 好 所以是2176 两个点 21.76 好 那这个就是 他乘出来的结果 乘出来的结果要记得 我要移位到前面 前面除了10 后面要乘10 2.176 2.176 乘以10 2.2的次方数 2.5的次方数有关的 如果他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像我们刚才算那个52代表他约完了会10 那所以今天这一集他可以出A除B 他不会出B除A 因为B除A最后这个除68跟32约约了剩下17 17 17分之16 这样子 那这个17是除不完的 所以除不完的东西我们目前没有去学要怎么去做这个科学记号其实是可以适捨五入啦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是国中会去把它当题目的 所以呢就是你会留意到他只会出现A除B 他这种题目假如说是这样他就不会B除A 因为这个并不是2的次方数或5的次方数 他约出来不好看 好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算除法怎么做呢 重点就是写成分数去约分 我刚才有说我们都把它写成是-8次和-7次 所以这一题就会变成 可以吗 好那第二个 第二步呢 其实跟刚才我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说做存法跟除法的时候都先解决次方这边 都先解决次方这边 所以我这个数字部分先保留3.2 那还有6.8 乘以这个-8次除-7次 那-7次除在底下其实会变成乘以10的7次 所以变-8加7还剩10的-1次 这样可以吗 然后这里3.2跟6.8呢 其实可以把小数点拿掉 就上下同乘10 对上下同乘10是没有差的 所以它会等于这个 3.2分之6是8乘以10的-1 然后约分 好那我们刚刚讲约4这个8次32 然后4的话它是17 对吗 所以是8分之17乘以10的-1次 好 那到这里你应该要会了 好 因为我们已经练习过了 已经教过了 就是把分数换成是科学记号 所以8分之17不用真的去除 你帮它上下同乘多少 看到8要想到125 所以上下同乘125 好那是1000 我们就直接写1000 那上面是17乘以125 这个17乘以125多少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动笔去算 你可以动笔去算也可以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125乘到8之后 介绍过125的那个末三位有8种 对不对 为什么有8种 因为到第9乘到9的时候会变成125 乘到10是125 对不对 那所以乘到8是1000 如果乘到离时期 所以靠近8的倍数是16 如果乘到8刚好是1000 如果乘到16刚好是2000 那再多一个125 所以其实上面这里是2125 好你看我都不用动 动那个笔去算直四乘法 你只要对这个8和8和这个125的关系够熟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它会变成 2.125乘以10的复印 那这个就是这一题 对吧 好 赵惯例呢 那在学生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闲聊一下 其实交到这个科学记号的时候呢 也就快接近考试了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考试的时候 如果要如何去准备好 那像我自己 我自己有之前这个吹嘘过 国中成绩很好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重点 但是呢 呃 要这个 那其实大部分的题型你都会写过了 所以再多写一些题目也许真的有你没写过的题型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要再找人问 其实都 呃 比较不容易啊 那个 好 谢谢我们熊老师 所以呢 好 与其在那个时候 再去多写很多题目 不如把 回头把你曾经写过的题目拿出来一题一题的看 那 每一题看过去 然后回想老师在讲这一题的时候呢 曾经讲过什么 曾经讲过什么 怎么算的 那 你看这个题目你曾尤其是你错过的 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对 如果你是一个满用工的老师 满用工的学生 而你的老师也很肯教的话 那其实你在当初没有想对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去问老师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怎么想得到要这样做 好 其实我们前面你看我 这个示范了很多计算的方式 我都会跟你说 像 我不会突然就跟你来一个这个 8底下乘125上面就乘125 然后17乘125 因为怎样所以是2125 我不会突然就这样讲 我一定会让你事先接触过 就是我 我们可以慢慢的习惯看到8会想到125 这件事情 那如果其实我没有成我没有对你教过这件事 那学生问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我怎么会想得到要乘125 我就会跟他说 嗯 好问题 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好问题 你老师没有说 为什么看到8要想到125 他怎么会知道 像这个 所以我之前才会强调 就是每一种这个每一章节的这个知识 你都要去说明准则和目的 就是学生有的时候他会问 他问的问题其实是好问题 那你就他就是会问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可能是他准则没有弄懂 可能是因为他目的没有弄懂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教 那如果是学生 你曾经问过 老师曾经教过 你曾经发现你哪里 没有没有跟上老师的脚步 你听完老师说明才理解的话 在考试的之后 在考试之前这一两天 就是去翻你曾经写过的作业 然后去想老师说了些什么 其实呢 如果你够用工 那能够自己去找一本 题库或讲义来写的话 我就说绝大多数的题目 你都会做过 那老师们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从 那个参考书上的题库出的 所以只是数字变动这样子 那你只要有这个记忆 大致上的题目 你都会解得出来 那我们来看这四题 所以就是不需要一直花力气 写新的题目 那重点是曾经学过的 你要把它弄懂 所以这个A加B 我刚刚讲过了怎么样呢 要把它换成次方比较小的 但是不强制 我只是习惯这样而已 所以A加B呢 我们次方比较小的是10的负6 都换成10的负6 B会变成 这个 跟正 换成次方比较大的 抱歉我刚刚讲错 换成次方比较大的 所以换成10的负5 所以A会变成0.721乘以10的负5 有的时候也会讲错 那那个学生露出很狐一的表情 我就会问他说 为什么要有这个表情 结果就是我讲错 来 那A加B的时候 所以他其实是他加上 0.725 所以乘以10的负5 这样加应该不会爆掉 所以是9.471 那么所以A-2B 如果是A-2B B还比较大呢 那8.75乘以2的时候呢 8.75乘以2的时候 8.75自己是1.25乘7 所以改成1.25乘14 所以他是这个 1750 然后点在这里 乘以10的负5 所以他减踏 他减踏的话会变成 倒过来 他减踏 然后是16点 16点 减7 7 9 是不是 对 乘以10的负5 负的 因为B比较大 负的16点 779 所以乘以10的负5 所以要进一位 负的1点 6 7 7 9 乘以10的 前面 除以10 后面 乘以10 所以 乘负4次而已 可以吗 我应该没有算错 来 有算错在留言里面跟我说 A乘以B A乘以B的话呢 我们有说了 先算10的次方这边 所以他是10的负11次 然后这里 7.21乘以875 这个数字好丑 好了 算 跳过 跳过 sorry 那个 来算这个 A除B A除B呢 那这个 来 先写成分数 7.21乘以10的负6 然后 8.75乘以10的负5 然后先处理 这个10的次方这边 负6除负 负6除以10的负5 也就是负6减负5 是剩负1 然后这里一样 把小数点约掉之后呢 8.75是125乘7 刚好可以跟他约7 约掉 当然这个题目 一定是设计过的 所以下面是125 上面会剩下103 那上下同乘8 对不对 把下面变1000 上面乘8是824乘10的负1 在后面不要忘了 所以变成0.824乘10的负1 所以前面乘10 后面再除10 所以会变成8.24乘10的负2次 这是这一题 这样算出来吗 那不好意思 这题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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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